由北比特和湯美·李宗斯主演的科幻電影《星際任務》 再次掀起一股太空熱潮,電影還探究了非常神秘的月球表面。 連網上也有報導指出,著名物理學家霍金曾警告人類不要登陸月球, 究竟月球隱藏著什麼危機呢? 由於月球本身遮擋著無線電訊號的關係, 所以很難維持與地球的通訊。 當年阿波羅8號飛到月球表面時,也無法與地球聯絡。 至於常俄4號任務,就透過中繼衛星解決了這個問題。 坊間一直流傳不少關於月球表面的傳聞。 當時傳出美國太空人表示,在月球發現不明物體, 於是美國太空總署被迫放棄登月任務。 至於前五次登月任務,美國太空總署都選擇去月球的正面, 因為他們知道月球背面有可能有外星人居住。 在1987年,蘇聯人造衛星從月球背面發出來的傳真照片顯示, 月球背面的穩石坑居然有一架美軍在二戰時期失蹤的軍炸機。 然而在第二年七月,蘇聯再次掃瞄時, 發現軍炸機竟然消失了。 雖然不少月球的傳聞都證實是假消息, 但霍金曾提出人類應該在2020年之前, 派太空人在此到訪月球, 並在30年內建設月球基地。 如果achment êtes不是故随陣中, 你會讓大家注意到 tangible點和感觸而不是以前的偏見. 력ic活局 發展日也不能解散詞, 破elect Uh 倫